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群里面跟大家去聊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像Near 像就是这种我觉得也价值方面被严重低估了一些 就是非常好的项目的话 如果说跌到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大盘 如果大盘有反弹去航行去去了 我觉得跟上去是可以吃一拨肉的 包括我在那段时间我个人推崇的密码 比如说OP然后那个国外零 我基本上OP跟国外零我推了两三遍 这种一旦起来的话都会有一个翻倍的航行 那国外零的话 我们推了之后大概也是翻倍了 简单做一个复盘 那上一次的分析的话 我个人我把之前的看法再付出一下 上一次的话我个人看法就是说 如果说它这一波反弹突破了这个位置 2400的位置 2400现在已经是冲了三次 如果说突破了这个位置的话 它上去的话就会到26800的位置 26800的位置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 我个人我个人展示是看到这个位置的 26800的位置 如果说我对我自己的现货来讲的话 我到了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会走大部分 基本上我都快走完 我想法就是现在做交易的话 我不吃最后一块肉 我觉得我到我的认知的位置 到我的认知的位置 如何到了那个航行 就是到了那个位置 我大部分的现货 我会毫不犹豫的可能全部清空掉 对 因为整个的大的这个这个趋势的话 还是空头 就是并不是说它出现了反转 进入一个牛市了 对吧 不是 当大家都 都觉得它进入牛市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一波小的一个反弹 对 所以我个人看法 就是从技术 从技术面取分析 目前的各方面的盘感的东西 都还是OK的 只要是在行情 在市场里面 我一直在看行情的话 盘感基本上都是存在的 短期趋势的 包括这个判断 各方面都是OK的 包括这一波行情的 这个拉伸的话 是在今天早上 在昨天 昨天晚上的时候 它突破的时候 我就提醒大家 我说这边已经突破了 就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一个 突破了这个斜率的 一个趋势压力位 突破这里之后 我就跟他提醒了 我说突破了 要往上涨了 基本上它在末端的位置的话 就会做变盘 那早上的时候 再提醒了一次 基本上今天就涨了 有六个点 接近五六个点 五六个点的位置 能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上到26800的位置 如果说这个位置很艰难 很艰难 一直突破不了的话 那我会看空它 对 但是我个人看多 会偏多一点 因为整个的 航行趋势的反弹 包括后面的 大的利空的东西的话 就是没有说 特别特别影响 大的一些事件出来 可能CPI到时候会出来 会有一波 这个剧烈的波动 会有一个影响 但是我个人还是 偏向于多头的 就是往26800的位置走 那最后我个人讲 它如果说到了26800的位置 我会把货出掉 到时候我就等弹下来 下来的位置的话 我觉得可能再会破新低 把这个位置的破掉 破掉之后来到这个位置 我个人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坚持这个观点 坚持这个观点 到那个 反正至少到这个位置 到12000 13000的位置 对 这是我个人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小结论 就是说 这只是一波小反弹 它不是反弹 不是什么牛市 对 那上去之后 它还是会下来 下来之后 会破掉这个17000的 17000的 这个低的位置 创新低 对 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第一观点 OK 然后 那上一次的话 上一次的话 也是一直跌跌跌 跌至这之后 我大概是预判到 在这个位置之后 它是有反弹 那基本上 其实我跟大家讲 其实对于分析师来讲 也是看 也是碰概率 我们不可能说 什么时候都准 分析师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 他一定会犯错 但是犯了错之后 怎么做调整 怎么去处理这个错误 我觉得这是高手跟低手的 一个很核心的 一个界限跟区别 那基本上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准确率大概在80%以上 比如从技术方面讲 我们从三日线来看 三日线来看 它反弹上去之后 最后还会下来之后 再做一个底 因为现在底都没有出来 看到没有 底是没错 它只是短期 短期日线的时候 是出来了一次背离 两次背离 它是踩了两次底 之后才会往上去 才往上去走的 两次背离 我基本上就确定它 要来一个反弹了 来一个反弹了 但只是日线级别的一个反弹 我们从周线级别去看 它还是空头去实弹 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已经出现了 一个周线的一个小金叉 但是它还是会下来 如果说按照日线的 这种做底的形式去走 周线的话 还是会下来再踩一下 再稳一点 再慢慢往上走 对不对 它未来还会下来 我们就是尽量的客观一点 然后到了位置的话 你们尽量还是做好封控 对 做好封控 然后周线的话 大家看一下 周线的话 也还是空头的局势 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位置的 这个属于一个很强的压力位的位置 月线 这个位置就是我说的 26800 基本上就是27000的附近的位置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强的压力位 我们讲就是说 这是5日线 10日线 还有20日线 30日线 这个线的 这个头的这个位置 标的这个 标的这个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压力位的 位的一个数值 我想问一下 今天以太从1700升到1800 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就是以太坊的库龙升级的话 就是带动了 比如说OP 它为什么能涨5倍 跟以太坊的库龙升级 就是热度非常相关的一个 一个新品种 上线之后一直洗 这一次以太坊的 那个库龙升级的话 也属于一个热度的化解 带动了这个 Lail 2 带动了OP的这个上涨 然后庄家是借着这一波热度 顺势拉盘 直接拉了 拉了应该有5倍了 拉了5倍 所以说这个 是这个以太坊 这一次上涨的一个 我个人觉得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热度的一个拉升 对 那你觉得到什么点位 比较适合做空 那我推荐一个位置吧 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 很强的压力位 在2000附近 2090 2090的附近 会有一个很强的压力位 这个是从技术面的分析跟判断 我从技术面分析一下 现在这个位置 是属于历史的强压力位 强压力位 我是判断着 它的历史的强压力位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五个点 然后基本上 就是在这里空了一小波 然后这一波的话 以太坊还会往上涨 还会往上涨 涨的位置的话 我个人看法 是在这里 对 211附近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对 我先看到这里 这里会看空一小波 但是我为什么不建议这个位置 大家去买鲜货 有些伙伴 在它反弹的时候 观望观望观望 到这里的时候 它开始鲜货进场了 其实我个人讲 到了这个位置再进场 它上面的空间 跟风险的话 其实风险很大了 空间倒没有那么OK了 所以我的建议 就买这样的 你还不如找一些底部的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它上面虽然还是有空间 它还会涨 这是我的观点 上面的空间 风险跟我的收益的比例 太失调了 我就不建议 我就不做它 我现货我是不会买它的 对 因为到这个位置 我可能会还是出了 这里的话 我可能看情况 我会把我的差不多都出完了 那么好 有空间的位置 我可以看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穿过来 我们穿过来 就很离开 我们穿过来 这就是 我们穿过来 我 我们穿过来 我们穿过来 我们穿过来